身先借我看一下 干嘛啦 身先借我看一下 绿色上衣的妇人被眼睛远紧盯上 马上就要来场突袭盘查 全新院妇人手上这卡黑色背包 我现在警方盘查你 有问题吗 你过来 过来 究竟是什么包包让双方变得这么激动 画面回到几分钟前 白色妇人推着娃娃车进到厕所里头 离开时却忘了将放在台面上的黑色背包带走 没多久穿着绿色上衣的妇人也进了厕所 顺手就拿起包包东翻西走 最后干脆直接大包带走 事发就在捷运大平临站 被害人发现背包遗失 急忙向警方报案 一定要监视细彩发现 穿着绿衣的蔡姓妇人 看到遗落的黑色包包动了贪念 将背包带走后 途中就先将里头两只手机 和四千元现金等值钱物品 先摸出来放进口袋 幸好警方手脚够快 马上锁定妇人 在捷运站外头带人 半前当场主动交付所侵占的物品 全案一 侵占罪血 与这种侠缓新店分局续办 捷径统计从去年1月开始 捷运内就发生110起侵占案件 占捷运所有刑事案件的四分之一 富人顺手摸走四千元 恐怕得面临最高一万五千元罚金 这下真的因小失大 还得留下前科 这张西游涛台北参考报道 我是李逸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